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中國近來的遊戲策略 影響了綁號的審查跟發放 很多廠商都選擇了先潤出海後再找機會歸國 但是否都擁有挑戰世界的品質呢? 物成幻葉 這款遊戲在中國叫做黑貓奇聞社 由完美世界開發最早於2020年發布 在2021年進行內測後就擱置了 而去年完美發布會上公布了17款遊戲 包含了幻塔、夢幻星出仙、天龍巴布2以及本次的遊戲 預計還有很多款會陸續代理出海 台灣的玩家準備迎接黑暗吧 回到遊戲本身 台灣本次的代理依舊交給完美的在台子公司 愛玩天地負責 核心為解謎加女性向非戰鬥類遊戲 玩家作為黑貓社的一員來探索真相 這類遊戲不適合各種一鍵跳過的玩家 中間會有較多的文本要讀 如果你有時間靜下心放鬆再考慮來玩 畢竟都是解謎箱的作品 不讀劇情就失去意義了 解謎前關卡會評估絞生目前的調查行為 也就是所謂的戰力 也會有本次的能力要求 這些都會影響是否能繼續推進主線 如果不夠的話就只能慢慢培養了 有些收集要素可以在推理完按鍵後 再重新回溯劇情取得 但因為目前設定上不能跳過主劇情 有時為了完美達成 就只能重跑來變劇情 但錯過了又要重來一次 對於強迫症真的會玩到很火 所以建議是邊解邊看目前的收集支線 以免又要重來一次 為防劇透影響體驗 所以我只簡單提幾點 遊戲內的按鍵都跟X事件有關 而解謎的遊戲很考驗編劇的邏輯功力 但不確定是因為文案被精簡或者能力有限 也可能是考量在手遊上的輕量化 按鍵的前期Q層都不太長 被硬塞一個設定就要你吃下去 所以解完一個章節都會讓我有種 蛤?就這 像海龜湯這類的遊戲 雖然也只是給予幾個片段 就要玩家梳理前因後果 但通常整體的劇情都能簡短卻有力 而這款會給我總 瞎忙了半天 推理結果卻很草率的反差感 不過這點在未來還能改善 就請加油吧 遊戲主要還是賣抽卡例會 以及跟女主方面的互動要素 會有種花一三的即逝感 商城篩路的課經典也是沒在客氣的 如果你只想閒於玩的話 養成上會需要花時間長期來乾 結論 此處無水草 半夜牛吃草 以前玩過一款 幽靈偵探 Ghost trick 裡面的解謎跟劇情深度很豐富 並且與場景互動的玩法很有趣 會讓人不斷想解鎖下一段劇情 是整體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而本次這款作品作為市場少有的作品類型 美術有一定水平 但並沒有過多打磨遊戲性 還是以數值化為導向 像部分的角色並沒有太多塑造 就是為了關卡而跑龍套存在 遊戲也像是針對市場水溫的測試 這點實屬可惜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